苏-57战机作为俄罗斯最先进战机 这款战机是俄罗斯自后苏联时代 倾尽全力打造的第五代隐身战机 也是俄罗斯苏货以战机第五代战机成名作 而且俄罗斯也在努力装备苏-57战机 在装备俄空军也将在苏-57战机推行国际军火市场 跟美国F-35战机争夺第五代隐身战机份额 未来苏-57战机将逐渐是俄罗斯战机重点拳头出口战机 为俄罗斯赢得研发战机的经费 最近传出消息 中国空军在采购俄罗斯苏-35战机 再次采购俄罗斯第五代隐身战机及俄罗斯苏-57隐身战机 总金额达到20亿美元 毕竟中国空军目前已经装备歼20隐身战机 歼20战机跟美军F-22战机整体隐身性能 超市区打击能力都处在绝对领先地位 而俄罗斯苏-57战机隐身性能不足 而超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处在优势地位 再加上苏-57战机配备俄罗斯最先进产品30发动机 超机动性能也将在获得提升 中国购买苏-57隐身战机最早则是越南媒体报道 报道称 中国讨论将小批量采购12架俄罗斯苏-57战机的合同 根据俄罗斯苏-57战机单机价格大约为1.5亿美元 12架苏-57战机总金额达到20亿美元 相反 中国采购苏-57战机相当合情合理 称中国两国再次实现忽利忽惠 延续着苏-35战机采购模式 为中国研发新战机和俄罗斯在未来战机研发探索思路 何况 俄罗斯在北约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 更加重视中国等传统俄制武器出口国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空军缺乏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 而苏联解体为中国获取先进战机创造良好条件 最终在中国两国军事合作下 先后引进苏俄-苏-27和苏-30战机 而随着中国国产战机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俄制战机逐渐在退出中俄战机合作 最近中俄在战机合作 追溯到2013年3月25日 中国空军再次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-35战斗机 而且在苏-35战机则是按照中国空军要求打造的俄制战机 目前 苏-35战机在中国空军逐渐参加战斗巡航任务 俄制战机一贯采用继承性 例如苏联打造出苏-27战机后 俄罗斯在苏-27战机基础上打造出众多版本 而且还将苏-27战机和苏-27战机 后续改进型战机出口到其他国家 而苏-35战机则是苏-27战机最终改进版本 也被称作为苏-27战机终极改进型 在此基础上俄罗斯不再改进苏-27战机 相反 苏-35战机采用先进俄罗斯最最先进技术 而且苏-5-17战机在技术在苏-35战机进行验证 包括目前苏-35战机采用的AL-41发动机 依然在苏-5-17战机早期版本进行采用 最重要则是苏-5-17战机相对苏-35战机装备的雪豹 意向控制雷达 采用N036雷达整体性能更加强大 而且可探测400千米外隐身目标 再上装备着SH-121雷达系统和L波段雷达 对隐身战机探测能力也是相当强悍 何况 中国在采购苏-5-17战机可接舰苏-35战机军购模式 获得苏-5-17战机装备的俄罗斯最先进设备 最重要则是装备产品三式发动机和对隐身战机探测的SH-121雷达系统和L波段雷达 毕竟 中国在战机发动机整体研发实力依然处在相对落后状态 这跟俄罗斯在战机发动机身后的研发和设计能力存在着显著差别 目前 中国歼-20战机装备数量也是相当稀少 而采购而知苏-5-17战机可做到互补 装备两款中俄最先进战机也可形成类似美军隐身战机高低搭配 采用歼-20战机和苏-5-17战机对标美制F-22和F-35战机 保证在亚太地区进行空中压制 而苏-5-17战机在隐身性能很可能不如美军F-22战机 但跟F-35战机大致起平 而F-35战机整体作战性能相当薄弱 苏-5-17战机可发挥出作战强大等特点 对美制F-35战机进行绝对的压制 何况中国采购俄至苏-5-17战机出口版本苏 5-17战机也是一种强力有的宣传 保证俄至战机在全球军火市场赢得有利的地位 目前俄罗斯被西方国家金融和军事制裁 再加上新冠疫情影响 导致俄罗斯经济实力下滑严重 而苏-5-17战机则可为俄罗斯赢得军购订单 缓解俄罗斯经济衰退压力 何况苏-5-17战机作为俄罗斯打造的第五代隐身战机 也是有借鉴之处 例如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和位于座舱后部和 基附两台101KSO定向红外干扰机等 在基础上打造出中国国产版本 也可在苏-5-17战机基础 打造出中国版额至苏-5-17战机 最重要则是在关键时刻 显示出中俄两国在军事上的高度合作 雪中送炭 以解俄罗斯的燃威之急 事实上 俄罗斯苏-5-17战机也是加深中俄两国战机军事合作 打造出更加先进的第五代战机 而且俄罗斯在苏-5-17战机作为平台 打造出第六代战机 因此 中国两国在苏-5-17战机军事合作 绝对是互利公赢的典范 在五代机的竞争上 我们知道美国是遥遥领先的 自从美国的F-22人士之后 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 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顶级飞机能相提并论 然而到了2017年 中国的歼20服役之后 这个世界上终于在美国以外 有了一款性能足够优秀的五代机 可以说中国的歼20的问世 密布了我国一直以来 没有原创了世界顶级战机的空白 可最近却有一条消息让我们非常惊讶 那就是俄罗斯的国家技术集团主管 曾经担任过驻华代表的克拉多夫声称 中国将在未来两年内考虑 是不是要购买苏-5-17的出口型号 俄罗斯这位中两级人物的发言 可以说让我们非常费解 要知道俄罗斯的苏-5-17 不单单比我国的歼20研发速度慢很多 而且到现在都没正式服役 事实上苏-5-17的研发之路就很不顺利 要不是从人傻钱多的印度那边 坑了一大笔钱来做研发 苏-5-17根本就很难面世 结果到了苏-5-17快研发结束的时候 连印度都看不下去了 认为根本达不到五代机的水平 最后与俄罗斯一拍两散 最后的钱也不投了 俄罗斯本来期待中的大量未来订单也没了 事实上不论是哪国的第五代战机 如今在世界各国的军事专家面前 也没有太多秘密可言 苏-5-17的隐身性能由于其设计的先天不足 而根本不符合五代机的标准 所以才引发了印度军方的不满 就这样一款先天不足的五代机 我们国家买来又能干啥呢 如果就战力而言 实际上我国完全没必要购买苏-5-17 但有专家对此分析称 俄罗斯要卖苏-5-17 其实是罪名之义不在酒 首先俄罗斯心里很清楚 中国不可能成为苏-5-17的大客户 其次俄军事实上也不是很想要苏-5-17 这种购不上五代机档次的所谓准五代机 因此俄罗斯还是想要在印度身上打开突破口 可是印度是全程参与了苏-5-17的研发的 完全知道苏-5-17到底是个什么德行 因此俄罗斯必须要找个拥有强大 公信力的靠谱买家来证明印度的看法不对 那这个买家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 不过话说回来 中国到底有没有购买苏-5-17的可能性呢 当然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苏-5-17从研发设计起 就走上了一条歪路 不注重隐形却超级注重机动性 苏-5-17的体型比苏-2-17更小 而而却装备了两部项目30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的推力比苏-35装备的 AL-41F发动机还大了35% 这使得苏-5-17的机动性在五代机中无人能及 虽然说现代空战早已是超市局作战大型起到的时代了 例如我国的歼20配备的就是射程 超过300公里的霹雳15空对空导弹 根本不会等到近距离狗斗的时候才开打 但对战机来说 拥有更好的机动性永远不过时 如果我国购买了苏-5-17 那么这款发动机肯定能好好地研究一番 为我国一直以来的发动机短板增添助力 中国从建国到现在 一直是世界上的武器进口大国 同时也是世界上的武器出口大国 武器出口大国很好理解 中国当年的枪械坦克和战斗机 都是很多第三国家的首选产品 而在今天以骁龙为代表的先进中国飞机和武器 也频繁出口 创下了不少记录 在大规模出口武器的同时 我国也在进口很多武器 而这几年最引人注目的进口武器项目 之一就是中国从俄罗斯购买苏-35战斗机 直到今天有很多人依旧不太认可折强效益 认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从俄罗斯购买苏-35 而支持则认为 购买苏-35不但能加强中国空军的作战实力 而且还有不少的参考价值 毕竟中国目前的主力依旧是歼11和歼15以及歼16战斗机 都是苏-27家族的飞机 苏-35则是苏-27家族的最新成员 无论是机体结构还是发动机 以及雷达航电系统都对中国有参考价值 而最近又有消息传来 说是中国即将从俄罗斯购买12架苏-57战斗机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去购买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呢 苏-57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 已经服役的死甲五代机之一 虽然很多军迷都吐槽苏-57的隐身设计和其比较老套的设计理念 但是综合的来讲 俄罗斯其实有相当深厚的功力 并且这种飞机有明显的额视取向 并不能因为它和美国甚至中国的五代机有一些理念上的差别 就说它不够优秀 从目前来看 超强的机动性依旧是苏-57的最大特点 同时其隐身能力也至少达到或者超过了早期隐身飞机 可以说苏-57应该是目前世界上机动能力最强的战斗机 其机动能力和F-22处在同一水平 我国的歼-20其实在理念上和美国俄罗斯都不太一样 歼-20机身长而且重量大 有些截击机的意味 是中国进行区域拒止的重要力气 如果脑洞开一点的话 歼-20和苏-5-17搭配也不无道理 但问题是以FC311和歼-20作为参考 中国完全有能力去研制一种和苏-5-17类似的飞机 所以互相搭配使用的论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其实是一种谬论 我们现在以美国作为参考 美国的F-22文士后 绝对不允许向任何一个国家出口 合作生产甚至引进生产线更是无稽之谈 而国际合作的F-35则在第一时间装备那些重要的盟友 比如日本和英国 按理来说 苏-5-17的地位应该和F-22相当 如果换在苏联时期 苏联是绝对不会在如此之快的情况下推销自己最为先进的战斗机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 苏-5-17或许有一些值得参考的地方 但是从整体上讲 它即便能代表俄罗斯最先进的航空技术水平 但也在另一方面暴露了俄罗斯的种种缺陷 一个大国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出口自己最先进的战斗机 网上的观点认为 中国采购苏-5-17的最大意义在于发动机 兼J20的目标发动机是涡扇20 据说是一种达到美军F-119发动机水平的先进军用涡扇发动机 苏-5-17目前使用的是和苏-35一样的AL-41F发动机 也就是产品110期 很明显这台发动机已经随苏-35进入中国 而俄罗斯为苏-5-17研制的目标发动机叫做产品30 但是据说在整体水平上和美国的F-119发动机相当 简单的说就是歼20-45-17和F-22的最佳发动机性能是相当的 只不过美国技术实力最为深厚 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将这种发动机量产 技术实力不太够的中国跟俄罗斯就要落后一些 按照网上的说法 这种性能先进的发动机会给中国研制 新发动机带来不小的积极参考意义 也很有可能会加快歼20配套发动机的研制